好 回到台湾顾问堂 我们今天带大家来关心是呢 全台湾都震惊的盐乃杀鹰案 那孩子香香真的是 就是来不及长大了 但这起事情当中 完完全全就是他的伯母周雅婷 要负起责任而已吗 那么看到现在周雅婷讲的 就是完全的事实而已吗 那更要问到是我们说 这个父母的照顾新生儿 得来不易的孩子 但照顾起来却非常非常 不合常理的疏忽 这也是超乎大家的想象 那刚才有点到说 其实这对父母 是不是在事前就已经知道 大嫂疑似有餐盐 这样的一个动作了 所以我们刚才会在这里看到说 爸爸在10月17号呢 香香送到了 转诊到了马街医院 已经判定脑死之后 他就去送验奶粉 但是接下来马街自己也验 那么接下来一个月后呢 在这个马街确定 孩子脑死要来把管当天呢 那么请了警方来 那么家属才正式报了案 于是也做了检验的一个动作了 所以请教林医员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逻辑的铺排 都知道了 当然最后还是这么做 然后还要开记者会 这个民意代表很多时候 会被利用来做一些事情 民意代表那么笨吗 被利用 但是就是说 可能他看到这个案子 他可能对于他可能有帮助 所以他也没有去达到 这个查证的这个义务 那这个案子啊 其实啊 一开始检验出来的时候 我相信家属多多少少 会怀疑自己家里人的所作所为 所以一开始很早的时候 很多媒体在问我的时候 说朝向签灭了人的那个部分 可是我们跟老师 我们过去都办很多这种签面人的那种说法 完完全全跟签面人的方式 完完全全是相反的 签面人的东西是不想让人家知道的 对 他会私底下透过他的方式去高 去转达给厂商知道说 我在里面大概放了什么东西 大概要让你们知道这个讯息 不会让大家都知道 让大家知道这世纪签面人 他就不叫签面人了 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都不用 他就是要钱 他不能那么这样的公开 所以一开始 我就说这个奶粉 可能跟家里人为的因素 是占绝大多数 那人为的因素占最大多数的时候 我是后来才看到这个 检议员出来开记者会 是 出乎我的意料 原则上 家属都已经有去化验 都知道说里面的纳含量 超乎你的想象 那你一般正常人一定会去怀疑 我的家里的奶粉 怎么可能纳含量那么高 那其他罐就没有 为什么就这一罐 那代表说这一罐谁去 每天都会去想一下 问一下 家里问一下 谁有去放这个 那适得那么久了 为什么又去开这个记者会 这个就是目前检警应该要厘清的 所以你事后 你已经知道说这个纳的含量 已经4000ppm 已经这么毫克 毫克已经这么高的时候 小孩子已经发生了这个昏迷了 后来又把管了 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开记者会 用意在哪里 都报案了 还开记者会 对 你已经既然报了案 就代表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 因为不管是媒体 不管是这个社会的舆论 大家都在关心这件事情 尤其是司法介入的案子的时候 再去开这个记者会 是失去这个意义了 所以这个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这个焦点可能被他模糊掉了 可能民意代表会觉得说 这个对他日后的政治生涯会很好 可是站在我的立场 第一个时间 有很多 很多人找我开记者会的时候 我都会先去查这一段日子 当然 有很多案子我不想去开记者会 后来就找了别人去开了记者会 结果反而得到负面了 对 所以这个要给一些民意代表 一个教训的 就是说很多时候呢 我们虽然你不是这个专业的时候 但是你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要看到这个事后 衍生的反应的负面的效果 会会大于正面的效果 是 好 谢谢议员的一个分析 当初现在说 负面效果大于正面 那当然这负面是对谁 对议员本身的话 那你自己没有评估好怪谁 那重点是整个事情的发展 在这一角落之下 乱七八糟 所以我们刚刚说 都已经报案检警都介入了 为什么还要再开记者会 是刚刚讲 唯一就是混淆视听吗 那混淆视听结果之后 感觉是要把责任 往奶粉厂商去推吗 但是我们说这个奶粉花 也很简单一翻两瞪眼 一花音就出来 所以三天之后就确定 奶粉没有问题 当初艺客也下了假 那现在又回来了 然后这个厂商的名誉如何回复 那就看厂商 你要不要去找艺员要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说 那这个疑点这么样的多 但现在要如何一一来做厘清 我们请海明哥带大家来看 疑点很多 其实刚刚海明哥 我带大家简单说了一下 但是我们说 这个疑点那么多 但是我们接近办的 算是动作慢吗 因为疑点好像观众朋友说 看八点党联系 也没那么精彩 观众朋友说可以列出来 这个好奇怪的父母 好奇怪的长辈 好奇怪的一家人 但是这么多了 像这个超乎人之想象的人情的一个宽容 你永远是我大嫂 我会把你的孩子养大 这好像都套好的剧情 知道什么出事要讲什么样 因为其实 就是我们得到一个讯息就是 其实当检方在征讯 他们家这八个长辈 就像像八个长辈的时候 他八个长辈 居然跟检方在回答的时候 大家用词几乎都是类似 都很接近 都非常相同 那是不是有事先 大家已经开过家族会议 检林他好要告诉检方什么东西 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排练的过程呢 这个我们不知道 但是老实说 现在我们大家知道 原来他们轴离之间 其实一直就不合 对 那也许是因为老鼠咬了衣服 Anyway 但是既然一直都不合 那你会在第一时间去讲 他永远在我心中都是大嫂 这个实在是太违反常情的一件事情 然后我们会觉得 这个实在非常不可思议 然后既然你的太太 一直都跟你的大嫂不合 你非常清楚 那他还发了这个加倍报酬 这个简讯给你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竟然会想要去把它删除掉 我觉得这个也不像是 一般人会去做出来的事情 如果站在太太这个立场的话 应该会把他留着 很好的证据 对 我觉得你都会去 你都不管三七二十一 你都会想要不要去控诉厂商的时候 那这些人应该也是你想要抓出来的对象 你怎么对厂商这么易正直言 对你自己的这个大嫂 怎么完全就要去保护他 我觉得很怪异 那刚刚像 那个指纹这个东西 主任已经提过了 那就是现在看检方怎么去查证出来 那盐分的问题我刚刚已经提到 其实这个盐分这个东西非常奇怪 因为他大嫂我们他自己共称是说 他从九月开始加盐 对 那一直加到十月 那检方问他多少次 他说他总共加了三次 对 那三次以后他总共只加了两种盐 一个海盐一个金盐 那现在我们验出来有第三种盐 对 这第三种盐到底是谁加的 第一个可能是他大嫂我们自己加的 他只是不愿意承认说 我自己从家里头又带了另外一种盐来加 这是一种情况 另外一种就是他有共犯 加盐的不止一个人 这是一种情况 那第三种就我刚刚提到 那个是我我自己也觉得很不可思议 但是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也就是下手的有两个人 两组人马都要下手 对这两组人马是彼此之间 不小的对方都在下 不小的对方在干同样的事 所以大家都去下这个盐 这也是一种状况 那当然这个还要 也是要进一步去厘清 所以呢我觉得 就是这整个一家人的反应 让我们觉得奇怪 包括他们律师反应都让我觉得很奇怪 对 你在还没有律见之前 居然就已经带你的当事人去 想了一堆可能性 而且这个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疑点 他说他当天会去讲说 他可能疑似患了癌症啊 什么这个东西 因为有肿瘤这个东西 是他的就是大伯母的丈夫跟 他的那个婆婆讲的 对前一天晚上去找他 可是你知道吗 那个香香的妈妈 直接就说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 他的肿瘤那是良性的 所以那不是很奇怪 你们家 你跟他不合的香香的妈妈 都已经很清楚 那是良性肿瘤 那你们怎么会去跟律师讲这个话 我觉得这个本身也是非常奇怪一件事 所以我觉得到现在为止 一切都还扑朔迷离 那可能要进一步的求证 才会知道真正的答案 是 谢谢安平哥 所以说这个总流事情 其实在上礼拜 有消息出来的时候 媒体也是一阵慌乱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是律见前律见后说的 搞了半天律见前说的 律师都讲出来了 这个是实在是不久人事吗 决定有来要来扛了吗 还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心情就大受影响吗 不晓得 但是律见完之后 律师说口误没有 没有顶罪事情 也没有这个离病的 这么严重的事情 那搞了半天 他们家人全都知道 检查过 但是是良性 所以这应该怎么去解释 这个解读 这个发展的一个脉络 当然说在这里 就是一个搞不清楚 让大家觉得 非常的匪夷所思 这四个字形容 真的是已经非常的贴切 但是不知道 还有更多形容词 可以形容它 但是我们要强调是说 餐盐给孩子吃 这到底是多么可恶的 一个行为 我们知道海水 我们都不喝的 玩意在海边玩 马上吐掉 但是现在高大神法医 告诉大家 好 到底是悟性偏方吗 一开始我们也是知道 像我们养孩子养了十几年 才终于知道 有个偏方可以加盐消脏器 我们从来不晓得 这样的偏方 但是也不要乱用 说牛奶加盐 其实一般呢 在民间真的有用的话 是夏天 是怕你的排汗量过多 导致盐分不足 但现在是秋天 所以这不符合 时令节气的使用方法 那高大神还说呢 一般的奶粉的 那含量130毫克 女婴的含量 那含量高达了 5720毫克 这一高是50倍之多 出手真的很狠 是完全不知道 还是真的是纯粹 像他大嫂说的 只要拉肚子而已 搞那么多的量 怎么可能只拉肚子 那依照香香喝下去 每次的量 大概四到五个 咖啡汤匙这样子的盐巴 他说两三天之后 就会出现脱水的情形 小哥医师跟直接告诉大家 婴儿虽然不会说话 但是喝到了 你大脑中枢 无法接受的东西的时候 它会有正常的人体的反应 所以如果喝到这个 比海水的 纳含量还要高的奶 婴儿一定会立刻的吐掉 所以谢老师 这个这是正常人的生理反应 但是我们现在从父母的说法当中 都没有看到 没有听到说 孩子聚奶不喝 所以我赶快去怀疑 这个奶有没有问题 这起父母太大意 还是正常的 这是正常反应的过程当中 老些医生们讲的 其实在他们家身上都没出现 我觉得这些现象 应该是父母亲在喂奶的时候 应该会有一些 比较异常的一些反应 比如说第一个 他为什么 对不对 然后你比如说他开始 到九月 大概九月中的时候 他就开始发烧等等 其实发烧的时候 你是不是赶快要送医 然后去追到到底是感冒 还是怎么样等等 对不对 然后这个过程之中 我在想 也许像高法医他所说的 他一定 婴儿会有一些异常的反应 比如说你要 要给他吃的时候 他一定会自然的反应 会拒绝 抗拒 甚至于吐奶 这个时候你就感觉到 是不是有一些怪怪的 而且怪怪的 有时候讲实在泡个奶 这稍微沾一下 填一下 而且你在大概十月十几号的时候 就已经发现是有高纳的情况 那高纳的情况 是不是自己也要尝一下 为什么一定要到后面的时候 才来做尝 所以我在想 他讲的婴儿 会有一些自然的反应 吐脑抗拒等等 我觉得这是自然的 只是说 父母亲 为什么没有那么早发现 而且婴儿应该有一些异常的 像发烧等等 吐 呕吐等等 为什么不赶快去搜寻原因 另外呢 如果你觉得这个奶粉罐 上面有问题的时候 如果发现了有问题的时候 是不是要赶快好好把它保存起来 当作证据 包含刚刚那个手机上面的一些简讯 这些都是一些证据 为什么你证据还要 让他别人 就是这个 这个下手的 这些家属呢 还有机会继续的再加烟 另外呢 让他这个 这个还有继续的在 在做啊 我觉得很多东西呢 是匪夷所思 是好 又是一个匪夷所思 所以说现在看到什么 最后是因为家族的感情 不能够因此而破裂 牺牲小baby吗 因为只有他 不会抗拒 这是这一家人 处理这个事情的方法吗 我们待会儿回来继续讨论 谢谢大家